原标题 爱博骑着摩 车稳稳地拐着弯随后 胡的突然加速 但他在弯 超车失败 在车道上翻了个身 爱博的摩托车里 很近 直接扎到了司机胡的轮胎 他的车倒了 我 地上打滚 然后义博赶紧站起来 想继续发动车 继续比赛 但是车子状况很差 他只能看着后面 上来踢地上沙子的摩托车手的背影 比赛结束 胡和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爱博发现了对方 理论 质疑他打自己是不是因为过不去他的话 满了愤怒 胡队的怒火似乎不小 于是大声回答 他是否很凶 能否凭自己的本事渡过难关最后 做人员把他们分开了 否则他们可能会开始打 如果只是意外 那也没什么然而 在网友播放的 屏中 当胡和爱博一起摔倒时 胡车队的一名思 满面笑容 充满喜悦的鼓掌 看到这里 参加过这 摩托车赛的演员安德鲁 作为爱博的好朋友 忍 驻发出了声音在他的社交账号上 他问视频中 队员在欢呼什么 同时他也很照顾朋友爱博的 瘦 表示希望网友们不要在这种动态下对他表 祝贺如果他看到了 他会删除 因为他的本意是 求解释 胡车队微信聊天记录也被曝光 很多人 粉胡 说他现在也自带流量 不用怕一波粉丝 更 甚至他直接在群聊中称呼的行为不负众望中 迹象表明 一波车祸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 对 一波的许多粉丝和网友在网上对呼和他的车 中的一些人进行了斥责于是 爱博更新了一个 泰 劝粉丝不要骂人 说会解决相关问题 他说 我 车比赛中从大巴上摔下来是不幸的 但运动员 该以正确的态度面对同时 爱博也强调 体育精 最重要 看了爱博的演讲 很多网友认为他的罪 一句话应该是在暗中讽刺 和胡一行为了热度 抛弃了体育精神 爱博的行为得到了很多人的 但因为这种处理方式不会太尖锐 还会警醒一 犯错的人前几天 相关竞赛仲裁决定保留爱博 成绩 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